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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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訊一通 看著電話那頭 思思念念的媽媽 孩子情緒激動 眼淚忍不住 很多人在這邊都不知道怎麼辦 受困在武漢的媽媽戴上口罩墨鏡 全身包緊緊 過得非常痛苦 東西也快吃完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團圓 所以變得很緊張 然後錢帶過去現在也太夠用了 不只這家人 黃先生的妻小去中國旅遊 結果同樣困在那邊 人在台灣的爸爸好緊張 無奈只能透過鏡頭報平安 但其實不只健康問題 孩子即將開學 接著就是大考 很可能因為封城斷送前途 在當地就是怕會有感染的風險 會增加很多啦 那當然如果能夠回來台灣的話 就是接受隔離 隔離完以後 如果正常健健康康的 那就一樣可以恢復平常的生活 根據統計 目前501人受困在中國湖北 三分之一在武漢 其中八成是旅遊跟探親 其餘是經商 有些台灣過去的慢性病患者 也被困在裡面 就怕時間長撐不下去 親友們召開記者會訴求家人回家 這些受困的台灣人 大部分戶籍在雙北和桃園 佔了至少六成 親友們也希望地方政府能因應 成立隔離區 從武漢回台時願意接受隔離 現在只盼不管什麼方法能夠早點回家 好我們繼續帶大家來關心 目前剛剛新聞報導當中也有說到 現在還困在中國武漢的台灣人 目前還有501人 那麼有501人困在湖北 那麼三分之一是在武漢 那麼這當中有高達八成都是去旅遊跟探親 其餘的是去經商 那之前我們的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 他也說252 有252通的求救電話 總共有400人登記求助 希望可以協助返台 好不過呢 五國已經速度提出要派包機 將著數百名的台灣民眾 接回來的需求 卻不斷的被中國政府拒絕 已讀不回 好這部分我們要先請教一下風哥 最近有很多的平面特稿 其實都在講撤僑這件事情 說現在在中國政府眼裡 當然我們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說這個包機是飛不起來的 我們是不可能過去接回來的 那麼另外當然說台灣人在武漢 中國政府就是你 就是中國人 你們就跟我們一起防疫 就是一起在武漢封城 乖乖的聽命就對了 那麼接下來大家很關注 因為現在也很多專家在說 撤僑真的輪不到台灣嗎 你自己怎麼看 其實我想中國在面子上 中國大陸各營的 就這兩個字 撤僑 是哪裡的僑 在我們眼中是台胞 什麼叫台僑 台僑那不就是不同國家 對 當然政治上的一個 這個跟他們在WHO的態度 是一模一樣的 那大家不要想撤僑 這件事情很簡單 我推薦這個週末有空 我已經給小孩看了第一部片子 叫做全境擴散 2011年的電影 這個麥特戴蒙是主演 大家去看一下在疫情當中 這部電影是根據大概SARS整個擴散 這個作為劇本的根據 雖然它是科幻片 但是我必須要說它是一部衛教片 裡頭包括謠言 包括整個撤離 包括整個疾病的防疫當中 哇 突然出現了什麼樣的中草藥 非常有效 然後有人大發其善 有人利用網路上擴張自己的影響力 等等各個方面 以及政府的管控 第二部片子是13年布萊德比特 也是大咖 這部叫末日之戰 當然這部有這種人類狂犬病 封城的樣子 最後互相的殺戮 甚至疫苗的研發過程等等 非常的寫實 不要以為不會發生 那我為什麼叫大家看這兩部片子 我們去想一下 整個湖北省現在是封省的狀態 封省那不得了 所有的交通進行管控的時候 你說這些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還有什麼 這些軍警怕不怕 他們自己都怕得要死 但是怎麼樣 整個長安 這個長江上下游 難道只有陸路嗎 水路的小漁船沒有嗎 走山路難道沒有嗎 所以其實你封不住的 那重點來了 台灣2300萬人 武漢快6000萬人 一個這個武漢市 湖北對不起 我跟鄭一樣 湖北是5600萬人 一個武漢市900萬人 大家來想像一下 在新竹以北 包括宜蘭到台北 整個封住 不准進出 然後整個台灣 沒有辦法飛機飛出去 所有的資源都進不來的情況下 台灣封島會有多慘 我告訴你 現在湖北就這麼慘 可是重點在哪裡 現在湖北的內需 我大概看了這兩天 包括微博上一些求救的影片 我告訴你 出來15分鐘就立刻被刪掉 湖北裡面所有養的雞 沒有飼料 我問各位 這些雞死掉了 誰來買 沒有人買 會不會爆發情流感 我打一個問號 第二個 人家從山東或其他省份 採來的蔬菜 本來要拿到湖北 拿到武漢來應急的 結果呢 被當地的紅石智慧拿去 以贈災為名義賣掉之後 我希望這是假消息啦 但是呢 拿到這些錢說要來做防疫 現在包括湖北的紅石智慧啦 武漢的紅石智慧 沒有人敢認啦 沒有人敢認這比戰為什麼 怕引發民怨 欸 採的這就不夠 你又拿去買 不來要做防疫 請問防到哪裡去 所以醫療的恐慌 物資的恐慌 疫情的恐慌 你不要在這個 哇 武漢肺炎之外 還引發另一波的 什麼禽流感有的沒的 那我覺得中國 今年真的倒大沒了喔 所以說我們從台灣去 設身處地想 當你被封倒是什麼情況 我覺得喔 信心當然非常重要 可是為什麼需要撤僑 撤僑代表 我們對當地的醫療能量 第一個是能量 你自己打賠的人就醫不夠 你還不夠以台胞 這是第一 第二個 醫療的水準 水準來自於哪裡 這剛剛這個周宇遠 有特別提到啦 隱匿造成信心上的危機嘛 所以美國撤僑 我告訴你現在 全部五六十個國家撤僑 等於就是什麼 打WHO的一個臉啊 你WHO說 一開始說這不是全球的疫情緊張 結果現在說是緊急事件啊 前後態度不一 我請教 這是做一個醫學 該有的良心嗎 第二個 你要去看看撤僑 還包括內部啊 上海現在準備 延後開學開工 北京如臨大敵 還有什麼 我們上海人趕快回來啊 我們湖南人趕快回來啊 他們也在做內部的移動 可是什麼 我相信現在武漢城裡面 包括可能湖南啊 什麼陝西北京上海人 也都被關在裡面不准動啊 他們內部也沒辦法移動的時候 我希望說 其實中國現在礙於面子 也拒絕了世界各國在醫療的技術上 他覺得說分離病毒株 我們也OK啊 這個時候是在顧面子的時候嗎 所以當台商這樣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今天包機不能飛回來 難道是蔡英文的錯 因為現在我不想說這是醫療人質啊 是 我不想這樣子講 但是我希望這些人不要成為 兩岸在政治下的醫療人質 如果說顧及台商這些性命的寶貴 裡面還有聽說有小孩子有白血病 是 那這些慢性病老人家需要用藥各個方面 當然希望能夠趕快回到台灣 欸 回到台灣不是這麼簡單欸 人家日本兩批回去 這救護車一台一台 日本人會去說全世界的專家認為我們日本世界第一 他不需要 他用他整個醫療體系的迅速嚴謹 來告訴你們我們日本撤僑是世界第一流 所以我希望中國如果認為自己是大國是強國 這個時候要展現態度 就像剛剛風哥講到醫療人質很關鍵的四個字 現在大家都希望可以趕快讓這些小包包機回台 不過到底輪不輪得到 今天有很多的家屬出來喊話 那麼剛剛風哥講到的就像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剛上任的范雲 他也說中共就是準備把這一群在武漢的台灣人當作人質 接下來到底打算做什麼 我們稍後繼續來討論 歡迎回到台灣上前行 我們剛剛講到撤僑的問題 之前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當選人范雲 他之前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就有說 其實中共現在準備把武漢的台灣人當作是人質 這些人質到底他們打算做什麼 范雲說人命的事難道要拿來當政治考量嗎 現在中共眼中的台灣人只有統戰的價值嗎 我們要先問一下情節 因為剛剛你有看到說很多的議員帶著這些家屬 希望說他們在對岸的這個家人可以趕快回來嗎 那這件事情上面其實現在民進黨有立委認為說 這是中國統戰下的一個人質 你認同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剛剛這些議員還有台商他們在開這個記者會 我很同情他們 但我必須坦白說這個記者會開錯方向了 怎麼你覺得應該是 因為現在不讓我們把台商撤回來 我們不說撤僑好了 他們很敏感玻璃心 我們說把這個台胞撤回來 把台商撤回來 把台商撤回來 我覺得這個主控權呢 現在不是在我們這邊 是在中國大陸 那我們看 這個日本已經有三架包機撤他的僑民回來了 美國也撤回來了 然後中國大陸也跑到國外 把他的僑民滯留在菲律賓 其他國家的可以載回來 所以他們自己的人民出去國外旅遊 其他的國家因為斷航了嘛 所以他們載回來 那如果這樣是一個平等的同理心 沒錯 我們有這麼多幾百個台商要回來 為什麼不准許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在這件事情中 他如果可以做得更漂亮一點 更符合兩岸人民的情感的話 我想未來的問題會和緩很多 但是我也覺得 民進黨執政當局應該 對不起 應該克服萬難 努力的去溝通 請大陸能夠協助我們把台商撤回來 那所以是覺得說他們今天開的記者會 其實剛剛很多我們看到的這個畫面 很多家屬都是難過的快哭了 不過秦姐你是意思是說 你覺得說這個記者會 包含今天很多的議員也都出面啊 陪著這些家屬出來 向對岸來喊話 向我們的政府喊話 你覺得是狗廢火車 沒有用嗎 我覺得我很同情這些台商跟他們的家屬 我也贊成議員跟台商的代表開記者會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呢 除了給我們自己台灣政府壓力 叫我們的這個海際會陸委會 好好跟對岸協商之外 我覺得這些台商的 比方台資企業的會長 你們應該站出來協助武漢的台商 去跟中國大陸國台辦也好 海協會也好 或中共當局去交涉 因為這件事情 不是我們台灣的政府努力就辦得到了 台灣政府當然要努力 你絕不能說發一個公文 坐在那邊說我發個公文給你了 我給你公文了 你就應該來辦 他透過各種管道協商 但是真正就是說這些 要去商量的對象是大陸當局 大陸當局如果還是鐵板一塊 就說你民進黨執政 我就不跟你打交道 那我覺得這樣一個態度 其實是會讓台灣人很反感的 也沒有辦法訴諸於兩岸 這個台灣人的感情 訴諸於台灣人 對這個大陸的敵意減少 峰哥你要間斷補充一下 因為他那個酷補勺 太激動 但我覺得說其實因為現在台灣 你為什麼一直被丟在那裡 沒有人敢管 因為現在湖北省的省長 省委書記這些人 大家在保腦袋 我旁邊有兩岸專家 他等一下可以更深入看 是是是 為什麼要保腦袋 他們光這個疫情的民怨已經受不了 你看李克強會親自擔任這個組長 中央防疫小組組長 你就知道這些人大概這次過後 全部都要滾蛋 所以在保腦袋的時候誰還敢去碰台灣問題 是 你就丟在那裡 美國人家這個肩膀比較硬 直接就扛走了 那台灣問題這時候去碰 寧左勿右之下 好吧那大家都不要解決 這才是我剛剛講說這會成為醫療人質 政治下的醫療人質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真的 如果對岸不熟肯的話 不好意思 人也在武漢境內 飛機也得飛過去 難道是要他們用什麼方式做飛碟出來嗎 所以說這一切就像剛剛議員講了 關鍵還是在北京當局 謝謝鳳哥 沒關係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我們稍後要繼續來討論這個義大利的問題 一樣可以繼續講兩岸關係的部分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從義大利飛回的班機抵台 但當地宣布對台停航 因此這一班恐怕就是今年最後一班 從義大利飛回來的班機 旅客露出疲憊神情出關 直呼超幸運 太幸運了 我們公司還有很多團體在當地 所以我們現在公司正在繼續想辦法 把安排他們的回程班機 由於義大利宣布緊急狀態 羅馬當地兩名中國籍旅客 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因此義大利決定成為第一個 全面暫停和中國兼航班的國家 也衝擊兩國之間觀光等交流 長中12月中才有非米蘭 會不會有影響會有影響會不會有很大影響 不會有很大影響 但是對大家的這個其他國家 民航局表示針對異國政府飛航公告 因為有其他數個國家感染人數高於我國 而未受到相關限制 故顯然與我國本身疫情無關 我方相信義大利政府是出於誤解 而導致此一錯誤限制 目前正透過各種管道 向義大利政府進行了解與更正中 但就有立委痛批 中國根本才是始作俑者 外交部表示義大利政府基於錯誤認知 做成錯誤決定 也透過雙邊管道 向義大利政府尋求進一步了解與曾經 也希望一國政府更正其決定 讓兩國交流恢復以往 好 義大利禁止來自中國的航班入境 那麼當中也包括台灣 而對此外交部在昨天有一個最新的回應 他們說義大利政府 這是基於錯誤的認知 做了錯誤的決定 那外交部他們也進一步解釋說 因為目前其實有不少的國家確診病例 都是高於台灣 但是沒有受到義大利飛航的限制 因此推測這次義大利政府的決定 跟台灣的疫情是沒有直接關係 那這部分其實還是攸關兩岸說 認同國家認同的問題 到底這個是不是有政治目的 臨駕於防疫目的的一個背後的原因在裡面 那很明顯的當然是政治的考量 特別是中國的這個一中原則 去年習近平去歐洲訪問的時候 義大利曾經接受中國最大的這個商業的訂單 所以不論是政治上或是經濟上的考量 出於國際政治跟國際現實的無奈 明明有很多國家的疫情是高過於台灣的 但義大利政府做這樣的一個宣布 我相信這個現實的考量 跟外交上的這個考量一定是優於疫情的 但外交部只能去做這樣的溝通 或是說盡全力去捍衛我們的主權 跟自己同胞的生存權或是所謂的生命權 第二我們講到剛才中國的部分 如果按照我過去對中共的理解 遇到這樣要命的這個防疫的問題 您所勿佑政治考量一定是優於一切 為什麼政治保守是最重要的呢 因為對於共產黨來講 他不是對民意負責嗎 是對誰負責呢 對自己的權力負責嗎 習近平基本上在現階段面臨了很多的挑戰 第一件事情我們看下個月底或是三月初 要召開的人大跟政協的兩會 李克強要對人大進行政府工作報告 政府工作報告應該有兩大指標嘛 第一個我防疫的具體的成效如何 全世界都在看 第二是呢 今年中國經濟成長你如何預估呢 去年在美中經貿大戰的時候呢 哇習近平先告訴大家說呢 今年呢會有灰天鵝跟黑犀牛 然後呢說呢不能高級黑跟低級紅 然後李克強告訴大家說要勒緊褲帶 要做好心理準備 現階段呢在武漢肺炎的這個衝擊之下 中國經濟的狀況有多慘呢 因為拉動中國經濟成長有三大指標啊 分別是消費還有呢投資 甚至還有出口 這三件事情呢到現在都掛了嘛 因為很多工廠都還沒有開工 人都這個自我隔離不出來消費 然後呢沒有開工呢 基本上呢就沒有所謂的 訂單跟出口的市場嘛 所以許多專家學認為 中國大陸的第一季的經濟成長 極有可能是負成長 如果第一季是負成長啊 全年呢可能不大1%到2% 好經濟的衰退就會帶來 所謂的社會的矛盾加劇 然後對於呢所謂的這個政爭啊 或是權力鬥爭呢隱憂呢就會出現嘛 所以現階段對習近平來講 哎呀這個台灣問題啦 或是說呢這個疫情關係 不如呢自己統治的基礎來的重要 所以當然是寧左勿右嘛 雖然剛才昆豐兄說的很好 啊這個怎麼可能跟你撤僑呢 僑這個字多敏感 因為中國三大系統官方三大系統 台胞啊國於國台辦管啊 僑胞國於啊所謂的僑辦管啊 然後呢這個外國人呢當然是外交部嘛 所以呢台灣人在他的準國民待遇原則之中呢 是被放入港澳台的一個label之中 因為我們都之前反正中知道 有所謂國務院港澳辦 然後有國務院台灣辦公室間叫國台辦嘛 所以你的外接啊基本上 是某種介於國內事務之中 再加上呢2018年他提出了這個台胞卡 又把台灣啊跟啊中國內地的居民啊 視為國民待遇原則 如果這個時候讓我們撤僑了 兩個考量 第一個那台胞撤了那麼港包還有澳包 對不對 可不可以一併撤其他人可不可以一併撤 第二個當然是更明顯的政治敏感度嘛 如果在這個立場上對台灣軟弱 或者是在這個立場上啊 對陸委會跟海溪會啊退部 那麼這兩年以來搞的對台政策 不就通通破功了嗎 所以關鍵在哪裡 關鍵是在於現階段 中共對台灣啊除了不可能讓步之外 假消息的公司還是非常多嘛 確實 疫情的部分我們稍後可以再繼續補充 因為其實今天除了關心疫情之外 今天其實也是立法院開議的第一天 那麼游錫坤他確定當選立法院長 我們稍後可以繼續來討論 好說到這個武漢肺炎疫情 其實剛剛宇朝哥也提到現在在中國 是充斥了各種的假消息 而且呢這一些假消息大家是會 性以為真去採取一些行動的 宇朝哥你自己是不是有聽到一些 比較誇張的案例 第一個比較有名的案例就是啊 有中國醫生造謠說呢 這個居家寵物啊也是帶 也是會互相傳染的 甚至呢是啊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帶緣的來源啊 所以說呢我們剛才說家庭親密感染 也包含毛小孩嘛 結果這個假消息一放出來之後呢 全中國有許多人啊就把自己說 養很久的貓小貓咪啊跟狗啊 當街丟下來摔死 這個照片在網路上很瘋傳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他對台灣假消息啊也沒有變少 證明一個廣傳最多的 特別是在海本社群之中說的 區區一個5萬分野死70幾個人 就把你們嚇壞了 一年艾滋病啊不知道死多少人 怎麼沒有看你們有什麼緊張咧 這一則假消息不斷的被複字貼上 複字貼上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其實缺口罩啊政府是有辦法來米平的 害怕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有人利用民眾的恐懼意識 在經由假消息呢 在新媒體的社群之中擴散 影響到兩岸人民的感情 甚至藉此呢來打擊啊微信 最後一點范瑋琦這件事影響在哪裡呢 我說他是無知 但是呢許多中國的網軍跟五毛 還有呢網民啊 就用范瑋琦的話 轉速用來攻擊台灣 攻擊啊蘇貞昌 我覺得這叫出口轉內銷 簡單講你不說話沒事 有許多的藝人 就像五月天跟林志玲 他們也要捐錢給中國嘛 我們也都能夠理解嘛 但是不太需要啊 用情緒的眼影啊攻擊自己的國家政府 是好非常謝謝宇曉哥 那其實今天還有一個很重大的政治消息 今天其實是立法院開議的第一天 今天是禮拜六 那麼游錫坤他確定當選了立法院長 今天其實游錫坤除了民進黨61票 一定是游錫坤之外 實力黨團還有民眾黨團 其實也都是支持游錫坤 那議員在這一次整個國會上的佈局嘛 因為親民黨現在是完全瓦解 變成了民眾黨 對你們來講是一個好的開始嗎 對你們來講是更可以去整合的一塊嗎 你覺得 坦白講民眾黨未來的動向 我其實還看不太出來 但我想說 因為這等於新一屆的立法院的開始 那未來有很多關鍵的事情 包括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現在包括我們的軍購 包括我們在這個上一屆 這個在會期結束前 通過了這個所謂反生後法 但是諸如此類 未來新一屆的這個國會結構裡 包括我們過去所擔心的 吳思懷、葉玉蘭 其實這些都在國會裡面 所以我覺得 關鍵是這些黨團之外 要下一步要看是 哪一些委員會 有哪一些的立法委員在裡面 好比說涉及國防外交機密的 但我看吳思懷很有可能會到這個委員會 應該就是 但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諸如此類是 未來委員會的成立 反而是大家更要關切的 就每一個委員會 那以國民黨的實力 他如果要想辦法 在幾個委員會裡集中 然後去搶到招委是有可能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 才是我們更要關心的 尤其現在跟疫情有關的時候 國際局勢是一直對台灣 是在角力 現在中國是用這個 是在角力 所以未來外交委員會 勢必也很重要 那像諸如此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